哈喽天秤座的朋友们 你们好,我是Luna 美根叫我阿比丘 今天我要为你们做你们三月份的整体运势 如果你的太阳上升是在天秤座的话 你们继续看你们的整体运势 不然呢,如果你们的太阳,金星或者 月亮是在天秤座的话 你们可以直接跳到你们的爱情运势 好吗?我们先从你的整体运势看一下 天秤座的整体运势 三月份,天秤座的整体运势 三月份的运势 这是女性的你们 钱,哎哟 这个钱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OK,你们漏财 漏财 有个小碗会让你漏财 我已经漏完我的财了 我是签名做来的 好,我们看一下还有多四张 我们看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进去 败务杆 一路 一路 三路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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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路 这路 一路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整体运势 这张第一张牌是讲说女性的你们呢,你们会有些金钱上的问题,就是漏财的一个可能性 你要小心一下,尤其是女性的你们呢,你们会被骗财 有人欺骗你,或者有人想利用你,你去赚取一些金钱上的问题,然后你会损失 可是我是看到,你会经过这段时机,经过了之后你会持续的去走向你应该走的路 我就觉得很开心,其实这个能量我是在三个星期已经体验过了 就是我有一个,有一个人来我家白吃白煮的,然后帮他洗杯子,然后害到我一直在破财 然后就是这样子,你们如果他没有遇到的话,你们三月的时候会遇到 你们要注意一下,因为我的太阳在天平桌 好,我们看一下是时候不要再犹豫了,然后做一下你们该做的一些决定 然后前进你们应该做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你们应该想前进了 如果你们需要更多的一些研究,你们要做更多的研究的话,那就做吧 不要把事情想的太过的复杂,然后聆听你们自己的心声 所以说你全部的这个牌就代表你全部的人生经验已经准备你为你现在的这个情况 就是你的人生已经准备你所要为了这个事实的真相 所以说你人生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就是为了要准备你面临这个事情的真相 是时候去整理一下你的家,或者你可以去清除一些不必要的一些事情 然后不要跟那些喜欢搞一些戏剧化的人在一起啊 就是走向你幸福的道路,走向你开心的事情,就是为你自己着想的一个牌 尤其是这个人,这个人就会骗你的钱啊 然后你可以看,是时候呢,是时候你应该去做一个领导的角色 然后不要从你的焦点里面退缩 你的成功,你的计划是会成功的,只要你专注于你现在的一个整个大环境里面 你就会成功 这里讲说你要小心,不要活得好像比较极端,把事情看得黑与白 就譬如说呢,你好像有一个时机点,你就花太多钱 另外一个时机点,你又太过省钱 这就是极端的一个可能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你可能在一个感情当中,或者亲情有情也算 就放太多感情在里面,另外一个时候你就变成很冷淡 不要活得太过的极端 就是,呃,这样子哦 就是你们的一个整体能量 好吗?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单身的一个,爱情单身的一个运势 如果你的金星太阳,或者月亮在天秤座的话 你可以进去看一下,单身的你们,天秤座的你们 OK,我觉得在3月份的你们呢,好像会持续的单身哦 你们只要去约会是有,我看到这一个可能性的 可是,有一个长久的感情我是没看到了 我们再抽个5张牌看看 1张,2张,3张,4张,5张 OK,这里讲说呢,因为在3月份的时候呢 你好像没有想要注重于呼唤你的灵魂伴侣 可是这里讲说你有可能可以去约会啊 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因为你在3月份即将会遇到一个跟你有默契的一个人 可是你没办法,因为你会觉得那个人好像达不到你的标准啊 或者不是你理想中的一个心 所以你好像没办法继续的前进 所以这才会导致你或你的对方就没办法继续的有一个交往的一个情况 因为这是婚姻牌的逆位 这讲说呢,你在3月份好像有几个选择 或者讲说你会一直出门啊 跟别人聚餐的一个可能性 可是你好像有点迷惑 因为你可能会在这个公共场所认识一个人 然后觉得很迷惑,为什么这个人会给你一个感情 这个人事业有成啊,我是看到 可是有一点强势的一个人 他会给你一个感情,觉得很迷惑 你要不要接受这个感情呢? 所以你们当然是有一个问号 好吗?就是不知道要不要接受这个感情的一个情况 OK,那就是这样子咯 好,我希望能提供一些信息给你们 我们最后一个就是看有对象的那个 我觉得这一个是有两种可能 我再帮你们戳到一个块吧 选的这边是这边 选的这边是这边 我看到了 OK,我先说呢 那如果你们没有分手的你们 OK,这三张牌是没有分手的你们 我觉得在上月份的时候呢 你们会遇到一些状况 然后,如果你们持续有这个比较轻松的态度呢 就是跟别人家打交道啊 就是,不是跟别人家 跟你对象处在一个暧昧的情况 然后,不要把事情看得太严重 比较轻松的态度来看到这个感情的话 你就会从这个 你或你对象会从这个拉扯 控制欲 彼此依赖,非常依赖的一个感情状况 会从中释放这个能量 然后,你们就会继续的前进 这是你们的其中一个能量 就是你们会花很多二人世界什么之类的 如果你们没办法过这个关卡就是 因为你们之间没有带一个比较轻松的态度 把这个关系看得太沉重了 太认真的 你们需要以比较轻松 比较少年少女的一个心态 来面对你的对象 因为你们的没有这么 轻松的一个态度 会让你们的之间的感情 会有一种热忱被消退的一种感觉 然后,你们分手之后 在三月份 有可能不会复合的一个机会 好吗? 如果你们以比较轻松的态度 你们的感情是可以持续的 因为这三张牌 然后,你们会一直处在一个甜甜蜜蜜的一个二人世界里面 不然就是很难过这个关卡 这五张牌 假如说一个结束 结束一个感情 你会收到一个简讯 或者你对方会收到一个简讯 就是分手的一个简讯 你们会做一个选择 你们在感情之中会做一个选择 就是一个分手的牌 这五张牌 结束的一个感情 然后你会收到一些信息 这信息可能是简讯 或者邮件 或者一封信 可是我是觉得大部分的你们是一个邮件 就是讲说要分手的一封 一个简讯 然后你们会想要各足各的 会需要做一个选择 好吗?我希望这个账卜有回应到你们的一些 上一份的一些问题 或者指引你们一些事情 那我在这里祝福你们了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账卜的话 你可以在以下点一个赞 或者可以分享我的视频 或者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想要私人占卜的话 全部的信息都在以下的说明框框里面 那我在这里祝福你们了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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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